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暗柔可以对心慌心剂 失眠等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竹三里靴 竹三里靴位于小腿的外侧 外膝眼直下四指宽处 据静腹肩圆一横指宽处就是 经常暗柔可以调解身体的免疫力 增强抗命能力 是养生的重要学位之一 但要记住胃酸过多或空腹烧心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按此学 这时暗柔有可能加重症状 多一点养生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 我们去聊一聊养脏腹的一些小妙招 第一个就是养废气 很多的中老年人 或者睡眠较差的青年人 都有过这种体验 就是入睡之后 到凌晨的时候 却定时的醒来了 你比如说凌晨三点多钟 到五点就醒了 翻来覆去 折腾了好久 天也快亮了 才睡着 这样的情况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不利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通常它跟我们肺气虚有很大的关系 肺本身它藏破 应该养废气 应该养废气 建议大家每天进行敲揉肺经的孔醉穴 尤其是在痛点处每次操作五到十分钟 这个孔醉穴位于万泽后七寸的位置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按摩之后 这个穴位它的痛感就会慢慢的减轻 你也会发现自己定点醒的这个习惯也会有所改善的 第二个就是养肝血去肝火 肝血虚肝火旺的人他就有烦躁 易怒或者是这种气欲的这些症状 那么点柔肝经的阴包穴就行 它在大腿的内侧 鼓鼓上颗上次寸的这一个位置 说明这么一点就是在痛点处进行敲揉点按 都有可能出现出沙红肿这种情况 这是正常现象 一周左右这种沙还有红肿就可以慢慢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宁医生 这期节目我们去聊一聊易米 大家都知道易米煮水喝 它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 其实易米还有生易米和炒易米的分别 炒过后的易米它的性更加的平衡 比较有利于肠胃吸收 还能够健脾去尸的作用 腰皮生易米强得多 我们先解读一下炒易米的作用 第一个生易米的性格偏凉 经常煮着喝容易伤害我们身体的元气 那么炒易米就温和多了 它健脾的作用增强了 甚至可以预防脾虚所导致的腐泻这种作用 第二个炒易米它有这种烘焙过的这种焦香 还能够理气解育舒缓心中的郁闷 那么炒易米如何制作呢 先将锅用小火烧热了 放入干净的义米 义米不需要这种淘洗 用干净就行 全程用小火翻炒 至表面微微泛黄就可以了 炒好的义米它还有一种微微的焦香的味道 炒好后给它放凉 最后装入密封的容器内进行保存 每天10克左右放到保温杯里 开始冲着喝 那么用义米的话 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喝 通常喝一个礼拜就要最少停个四五天 另外就是出于惊奇的女性 一定要咨询中医 再确定用还是不用 孕妇那是进行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医生 大蒜呢 是我们生活中做菜常用的调味品 早在好多年前呢 医学上就曾用大蒜提取液 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今天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蒜的两种养生用法 一大蒜酒 用大蒜一斤 桃鱼50克 豆豉200克 白酒5到10斤 大蒜去皮排列和桃鱼肚齿呢 放入容器中 用白酒勤泡30天 每天喝30到50毫升即可 桃鱼呢 可通经活血 调便蜜 豆豉呢 可助消化 促进新陈代谢 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 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 有非常好的杀菌 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的作用 二 蜂蜜泡蒜 大蒜去皮后呢 泡入蜂蜜中 七天后再食用 蜂蜜泡蒜 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同时呢 具有养生的功效 可疏通血管 养护肝脏 防酸 抗癌 建议晚婚后服用 这样呢 可以减少大蒜对胃肠的刺激 也可以更好的吸收营养成分 正常呢 每天两到三瓣 胃肠不好的人呢 每天二分之一瓣即可 远勇胃馈的患者呢 不易服用大蒜 多一点养生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收看这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冬季气候寒冷干燥 如果经常宰在家里或办公室 就会出现头晕 失眠 食欲减退等症状 按中医的阴阳理论划分呢 冬季属阴 本身大自然的阳气就比较偏弱 因此呢 人体亦缺乏阳气 导致阴阳失衡 建议大家呢 每天在阳光充足的时候 出去晒晒太阳 必适当地按摩下自己的腰部 来补充阳气 也可以按揉这几个穴位 一 神门穴 神门穴呢 位于手腕长侧横纹的齿侧端 腕曲级的凹陷中 可以补一气血 安神助眠 二 三胶穴 三胶穴呢 位于小腿的内侧 内怀尖直向四横直宽处 它可以调补干气 行气活血 三 神庭穴 神庭穴呢 位于头部前阵容线上 前发际0.5寸处 可以清除头目 镇静安神 这三个穴位呢 都在每晚睡前 按揉一分钟即可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 要养生看黑妞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 黑妞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现在的糖尿病呢 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贵病 主要是因为大家 不良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造成的 要想血糖稳定 您不妨试试 今天教您的这几招 以自配酱糖茶 用蒲公英和三叶各5到10颗 沸水冲泡当茶饮 蒲公英中的公英多糖呢 可以调解和改善血糖 还有解毒消炎的作用 对于高血糖引起的炎症 或坏菊等 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三叶呢 可以促进 白胎细胞分泌 同时呢 修复一线的组织和功能 对降糖和改善糖尿病的 并发症都有很好的效果 经常用它们俩泡水喝呢 可以全面的改善糖尿病的症状 二 燃骨穴 燃骨穴位于竹内侧员 竹周骨簇笼的下方 赤白又寂处 具有提神医器 护肝降糖 促进胰岛素分泌等功能 用拇指按揉呢 有酸胆肝即可 每天3到5分钟 糖尿病的患者呢 要注意每天的主食呢 多吃点粗杂粮 肉呢 也要吃得瘦一点 避免能量的超标 要限制烟酒 控制食盐 严格控制含糖量 高食物的摄入 适当的多运动 促使多余的能量 和糖分的代谢 好的身体 要有好的习惯 让养生成为习惯 与健康相关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林医生 这期节目啊 我们去聊聊 吃醋这件事 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哈 出于嫉妒啊 叫做吃醋 而是我们平时生活上中啊 吃这种酿造的食醋 到底有哪些的好处呢 首先呢 它就能够开胃 助消化 醋啊 它可以啊 去腥解腻 刺激我们的胃类 增强我们的食欲 它还能够啊 延缓血糖的升高 而且呢 延缓我们胃的拍空 延长食物啊 进入小肠的时间 所以说啊 它有利于降低食物的 餐后血糖反应 对血糖啊 容易增高的朋友们 有一定的帮助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 空腹啊 是不适合吃醋的 否则呢 会刺激我们的胃啊 分泌过多的胃酸 从而伤害了我们的胃壁 建议啊 每天吃醋 最好是控制在啊 6毫升左右 最多不超过30毫升 吃醋之后啊 还应该及时的漱口刷牙 另外呢 醋当中加一些东西 对我们身体啊 还有不一样的作用 你像老醋生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醋泡姜 一般呢 每天吃两到四片 特别适合呢 脾胃虚寒 或者是体内有寒湿的人 而且呢 加了红糖泡出来的 这个姜啊 酸酸甜甜的 也非常好吃 再说说醋泡黑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醋泡豆 用醋泡黑豆啊 它有利于黑豆当中的营养物质 来进行吸收 可以补我们的身啊 明目啊 让我们的头发变黑啊 需要注意的是啊 就是胃酸过多的人群 和消化到溃疡的人群 要格外的注意 直接喝醋呢 会更加的刺激我们的胃 给胃啊 带来一定的损伤 糖尿病患者啊 不要喝糖酿较高的保健醋 果醋 而正在服药的人呢 也要谨慎地吃醋 以免呢 影响药效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啊 可以关注 转发 加评论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上西关视频 关注养生栏目 我们是飞牛养生馆 喜欢的朋友 点个关注吧